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贪迷,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作为现代玛雅历法预测领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科学家何赛·阿规列斯的著作《玛雅因素》掀起轩然大波 他认为这是一个时间浪潮正引发新阶段的星系业化 传统上呢,我们把自己理解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太阳系中的行星地球上的生命 而历史上,我们知道玛雅文明存在于中美洲 只要分布在当今的墨西哥和尤卡坦半岛 我们知道啊,通常认为它们的古典文明持续了约500年 为什么玛雅文明在大约公元830年的时候如此迅速的消失了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们在与石器时代的人相近的年代 就拥有了这个星球上已知的最精致的历法呢? 它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历法和惊人的数学体系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玛雅是个巨大的谜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玛雅的秘密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而它假设玛雅人是不会来自地球的 它将玛雅人称为银河中的冲浪者 甚至有些人称他们为银河系的主人 他们认为玛雅人来到这个星球的目的是留下明确的线索和信息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在银河旷野中的太阳系里运行到我们的地球的性质和目的 玛雅人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来到这里 并做了他们的观察 观察之后,他们留下有关地球与至少七个内行星的关系 以及地球正在穿越的银河光束的性质 一旦他们标好地球与银河光束 其他行星和太阳的关系 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 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 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